第一個呢 美國要課關稅嘛 那中國大陸也出招 跟歐洲的部分呢 第一個王文濤 接著呢還要進行相關的會談等等 然後呢其實呢你可以看習主席也呢 接連接了西班牙挪威首相 儘管挪威不是歐盟的成員 但是呢可以看得出來 就不斷在談這個電動車的問題 挪威說我們不會單邊制裁 中國大陸電動車 然後桑切斯呢就是西班牙首相說 哎呀中國大陸電動車很先進 德國這邊也馬上說 非常認同西班牙首相 在中國大陸的表態 所以現在不是就是既有的強權 跟未來新興勢力的一種對抗嗎 我認為它也是一個 歐洲的轉利點 就是歐盟它如果一直跟著美國 它現在所主導的這些 包含對著中國大陸 全面圍堵的這些政策走的話 那麼歐盟自己會不會放棄了 包含了歐洲比較重要的 車企的這些國家 和工業基礎比較大的國家呢 他們會不會自己放棄了 原來也可以在這個新世界裡面 搶到那個領先的 這一個先班的位置 那麼美國我覺得很清楚 它現在除了特斯拉以外 沒有其他的美國的車企 也就是說它在未來的新能源 以及綠色能源轉換這個部分 除了工業上面 他們可能會希望用像 小油或者是LNG 否則的話 在新的綠色能源轉換的部分 它在每一項都是會落後的 那麼歐洲現在有一個機會 就是除了它過去 在能源的使用 也就是發展 像法國一直都是一個核能的國家 我們都知道 那英國有很大的北海的風車等等 就是它本來在這個新能源 再生能源的部分 有很大的進步以外 它本來也會是 在整個綠色能源轉型中間的 一個先段班 那先段班裡面 在消費者的部分呢 那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現在的選擇 就會決定了歐洲 是跟著美國一樣落在後面呢 還是跟著現在已經有發展 很好基礎的 像中國大陸或其他的國家呢 往先段班去走 然後繼續在這個先段班裡面 去做競爭 所以不光是中國大陸 這一件事情 對於大陸的EV很重要 其實我對於 我覺得對於德國本身 是更為重要的 好比在兩年前 我在歐洲跟那些 算是歐洲的政治跟經濟 精英家族裡面談的時候 他們就很清楚的說 我們歐洲在能源中間 我們有C-bomb 有碳邊界稅啊 然後我們會在2035年呢 會做沒有油車的一種想法 那當然製造油車的那些 先進的公司 他們就說不會不會啊 我們到時候會把這一個 2035的時間往後挪 你可以看到 當你在做大產業挪移的時候 你有各樣的政商角力 而歐洲現在還是有一個 小小的機會 可以放棄 它跟著美國走 在美國的後面 也就是說你會放在 特斯拉之後的這個位置 而仍舊往整個車企的 中段到千段般的轉型 這個梯隊裡面走的機會 所以呢我覺得像你看 剛剛看那個比例啊 譬如說18%啊 17%啊 35% 看起來很高 但是我們都曾經經過過 外國進口車是100%或200%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100%或200% 並沒有阻止所謂的 當時的產能過剩的國家 像德國啦 或者是美國日本的車子 出口到別的國家去 現在的這個關稅呢 也不會阻止中國的車企 但是它會增加了當地人 它的經濟負擔 它可能也會阻擋 或阻擋當地的車企 去往能源轉型的方向走的機會 所以不光是中國會受影響 其實歐洲受的影響 應該是更大的 對啊 蔡委員你怎麼看 沒有錯啊 剛才這個雷倩他講的是對的 這個基本上面質多於實質啊 你這一點當然中國不開心 一定會說反制 那你說這樣就能夠擋住 中國的電動車 除了你像美國那麼用骯髒手段 直接給你管制不讓你進口 要不然你用光關稅擋不住的啦 何況歐洲不是一個國家 歐洲是好幾個國家 如果你今天匈牙利設了比亞迪 然後吉利汽車在西班牙 然後義大利跑了長城汽車 中國賣零件也是一樣賺 然後你歐盟內部又不可以 有載更多的兵人 對啊 對 那你這個關稅有什麼意義呢 那只是呼嚨人而已嘛 所以我是覺得有時候 經濟學家碰到政客 就像秀才義道兵有理講不清 像那個諾貝爾講得主 跟他講說那個不行那個不行 美國偏偏要這樣幹 你知道嗎 你真的沒辦法 但是這也是一定要負一些代價 我也勸勸美國朋友 不要信川普那一套 他動不動講說這個客觀稅 那個客觀稅 他好像除了客觀稅 沒有別的招耶 那這不是一個好的美國總統 當然比那個一問三不知的 賀吉利還好一點 變空心菜 對啊 所以現在美國政府也會遇到 許許多的困難 比如我們經常提到 最近的新聞說 哎呀他這個限制 輝達不準怎麼樣 出口到中國大陸 最倒楣是誰 輝達啊 股票一直跌啊 最後就放寬讓沙特可以 對啊 因為沙特跟你講說 我要發展AI數據中心 大家心知肚明啊 AI數據中心在沙特 一打開門裡面 怎麼都長黃皮膚的人 在裡面做事 然後他說沙特跟美國保證 哎呀 我這個AI數據中心 我盡量不讓大陸發展大模型用 你以為在網路上那麼好限制嗎 我聽了出來想笑你 好了好了 大家都想做假的 因為政客要面子嘛 對不對 然後沒關係啦 讓他們做面子 對啊 你知道現在未來 會跟沙特才工業層次上面 能源以外工業層次上面 最大的合作對象 一定中國跟沙特啊 對啊 沒有別人啊 然後這個中國也會逐漸的解除 對沙特的這個人民幣的使用 什麼人民幣的使用啊 因為大陸有外匯管制 所以這個大陸希望用人民幣 來跟沙特買石油 沙特也希望收得人民幣 可是收了人民幣 在大陸上怎麼流回去 買東西 中國大陸有奇奇怪怪的限制啊 這個東西他們談的差不多了 一解除的話 除了石油美元之外 就會出現石油人民幣 對所以呢沙特 難怪跟阿聯酋都說 可以不賣給我F35沒關係 我就是要用華為 因為中國大陸跟呢 中東國家呢 合作非常的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今次試試試看 感谢观看